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 台内市府市积极推动绿能减碳 智力提升永续发展 除了推动太阳光电设置 那协助市民泰换老旧的机车 更期盼可以在2030年 让公车全面电动化 同时也创全国之先 成立了近零辅导团 辅导企业来降低污染 同时呢也要努力达到近零的碳排 成为地球来尽一份心力 一窝风冲上前 当场逮到有人非法弃之垃圾 白天积极查气 夜晚针对店家排烟进行采样 台南市府不分昼夜守护环境 不仅是要给民众干净家园 更要达到2050净零碳排 为了达标第一步就是加速 太阳光电设置 全国太阳能光电发电量 最多的地方就在台南 估计每年可以发电45.3亿度 供应129万户的家庭 每年减少碳排228万公吨 光是太阳光电设置还不够 还得协助民众 态换老旧机车 推动公车电动化 让工厂锅炉燃油改用燃气 彻底改善空气品质 创全国之先 设立排碳盘查登陆 补导机制 成立净零辅导团 让许多企业界 尤其是工业界 知道怎么样子 做好净零碳排 降低污染 增加回收以及循环的资源 以大代小让大企业 领导小企业 将持续推动再生能源 致力永续发展 迈向净零碳排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道